大家好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可能保语的用法 这节课我们针对这个语法的内容进行练习 也就是说这个 中古古堪的三句 嗯,古朗古句里面的练习题 好,我们简单再复习一下这个基本结构 动词在得肯定,否定不,不语 常用结果,方向不语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 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嗯,我们看,他叫什么名字 那这里面有一个来着,来着 口语里面经常用在前面的内容 忘了,忘了的时候 叫什么名字 这个内容叫什么名字来着 忘了的时候用在句子的后面表示 这个我忘了,忘了 嗯,我想不,后面有一个补语了 嗯,这里面的动词,动词是想 想想想想不,我们看一下四个选项 第一个,出来 二,起来 二,起来 三,到 四,上来 好,我们看一下 一,二,四,都是方向不语 方向不语 嗯,这个方向不语 那第三个,到,是结果不语 好,我们分别看一下这几个意思 出来呢,出来,嗯,出来,嗯,我们看 它跟想连在一块儿 它不是表示方向,嗯,不是表示方向了 它变了别的意思,变了别的意思 我们看一下 想不出来,是什么意思呢?那想出来 想出来是,啊,啊,脑,头,脑袋里 啊,頭里,啊,元々,ない,啊,是没有 那,考えて,考えて,嗯,一个,哦,考え出,一个新的,新的,嗯,出来了,あった,这样的意思 所以,它会有一个,嗯,例句,看一下,想出来的,例句 那,我想出来,一个好办法,いい方法,嗯,好办法,いい方法 那,もともと,なし,なしから,嗯,あり,嗯,あり,的 从,原来,没有,嗯,原来,いい方法,没有 那,考えて,考えて,いい方法,嗯,出来了,所以,考え出す,考え出した 那,我想出来一个好办法,いい方法考え出した 这样的意思 好,那我们再看,啊,但是这个它叫什么名字来,忘了 嗯,下面,所以它,嗯,不对,应该不对,嗯 好,第二个,起来,嗯,一样,起来也是方向 但是在这里它不是方向的意思,变了 那,想不起来,想不起来,放在一起什么意思呢? 想不起来,是,啊,内容,东西,忘了,忘了,那想不起来 肯定是,嗯,想起来,就是思い出す 啊,忘了,想不起来,思い出せない 我们看一下例句,想起来 我想起来,诶,这个字怎么读了? 啊,この感じ,読み方 诶,啊,啊,是什么,啊,是什么,啊,我忘了 啊,想起来了,啊,这个字读,啊,什么什么 想起来了,思い出した,想起来 忘了的东西,想想,想起来了,嗯,好,思い出した,思い出す 好,我们再看第三个,到,到,届く,着く,到着,这样的意思,结果 那放在一起,想和到放在一起,这个想不到,或者想得到 那他的意思是,思いつく,嗯,思いつく,对 那,想到,看一下,他是想到? ドロボ? 他是,彼はドロボ? 哦,思わない 真想不到,啊,思いつかない 想,びっくりした,びっくりして思い出す 嗯,思いつかない,想不到 好,那这几个跟它连在一块儿,我们再看它叫什么名字来着啊,忘了忘了 我想不起来,思い出せない 所以它是第二个 那第四个,没有,想和上来,わかる,没有 所以这三个分别的意思在这里 好,那这节课,我们主要学了这个动词想和出来,起来,到的意思 好,那你明白了吗? 好 好